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生教的力量 有个故事说到 在某一年出戏前 爸爸带着一家大小 准备回到老家 由于工作出了状况 延误了出发的时间 以至于没赶上回老家的班车 但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宽裕 因此没有额外的钱 可以入住旅舍 爸爸只好把一家人 领到车站内暂时休息 刚好外面有一个 卖馄饨的小摊贩 妈妈索性把不住旅舍 而省下来的钱 从中拿了一些 一口气 买了一碗两毛钱的 混沌七碗 两个孩子吃着 加了辣椒酱的混沌后 全身都暖乎乎 不再发抖 吃喝饱足 也开始萌生想睡的感觉 爸爸妈妈 只脱下外套 给孩子们盖上 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 这个下着大雪的夜晚 两个孩子成年后 每当一家人聚在一起 总喜欢聊到那个夜晚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 没有寒冷 没有风雪 而有的是父母温暖的守护 这是因为即使环境困难 手头并不宽裕 可是爸爸妈妈 还是为孩子 筑起了一个 可以遮风挡雨的避风港 也亲自向孩子们展现了 在不容易的时刻 人就可以不放弃地去守护 亲爱的朋友 身教大于言教 故事中的爸爸妈妈 传承了困境 不放弃的品格给孩子们 这份温暖的守护 也将成为孩子们往后 面对成长风雨的坚实力量 在圣经里有一名女子 名字叫做哈娜 她久久不能生育 而这个问题 对当时的妇女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位妻子 却生了很多孩子 因此就总拿这件事情 来与哈娜针锋相对 即使如此艰难的困境 哈娜仍然没有放弃自己 反而积极向神祷告 求上帝赐她一个孩子 而上帝也就垂听了哈娜的祷告 后来哈娜便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而哈娜得到这个孩子之后 便教导了很多美好的品格给她 而没有因为曾经的困境 使孩子揽上任何不好的习性 而孩子也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先知 亲爱的朋友 你期待把美好的品格 传承给下一代吗 哈娜没有把环境的阴暗忧伤 甚至仇恨抱负不平 传给她的孩子 反而把健康活泼和灵性的美好 深深地榨根在小孩的心中 就像珍贵的黄金 经过淬炼脱去杂质 就能成为传家之宝 在家族里一代代的传承 人不一定可以选择环境 但一定可以选择如何被影响 今天上帝要来帮助你 当你愿意选择不接受环境 负面的影响 你将能够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知道如何与环境立下一个健康的界限 过滤所有的杂质而留下精华 并传承这份宝贵的经验给下一代 你的人生也将散伐心香之气 成为你所在地方的美好祝福 你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去做 像是为主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的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